男人看着桌上的古董 忙让伙计去把门关上 生怕古董见了光 可他只看了一眼 就说出了这个东西的来历 青铜像首尊 男人拿起古董看来看去 脸色也逐渐变得不对 沈掌柜看他憋着笑 心里也有了底 起身打包就要离开 铜凤全这才憋着笑告诉沈掌柜 这个青铜像首尊 也并非是假货 只有一个耳朵和眷口是真货 也就骗骗那些不懂行的人 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 我砸了卖铜 别见 您要是砸了卖铜 那就给我挪下 沈掌柜见他有要的意思 这才说出了实话 他这次来着 就是想要铜凤全给他这个招 铜凤全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老东西是看上店里的好东西了 想让自己出个价呢 铜凤全直接暗示沈掌柜 你看上什么东西就直说 钱这玩意好商量 沈掌柜这才说出了死刑的目的 那只乳窑三租连 让我给你卖的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到时候本钱照给你 立就让他用上半年 以后加倍的给你 这老家伙算盘打的响爱 铜凤全一派拙的 告诉沈掌柜 还真是不巧 您说的那玩意 昨天晚上就被人给拿走了 钱还没给呢 还说要是卖家碰不上这东西 给退了回来 我立马就给您送去 可铜凤全的这种话 也就蒙一蒙店里的伙计二亏 沈老板那是一脸的不信 哪有这么巧的事 可古话说的好 你有张良机 我有个强提 铜凤全也知道自己的这番话 没有可信度 就让二魁把放古董的柜子打开 让他看个清楚 事都办到这份上了 沈掌柜也不好多数 拿着自己的古董就走了 不过林了他又插了一嘴 回头我跟张司令说一声 玩意出手了 不用等了 等沈掌柜走后 铜凤全就开始打听张司令的来路 很快就打听到了消息 但他又觉得奇怪 干他们这一行的 就算是亏的只剩下个裤叉子 打掉了半嘴牙 也要往肚子里沿 更不能生张 可是这个沈掌柜 买到了假货 非但没有藏起来 还特意拿给他看 这就让铜凤全 有点摸不着头脑 怕是吃不准 让你给你眨眨眼吧 二魁的这番话 更加让他觉得奇怪 也为沈掌柜那样的人 平时连看都不看得一 怎么会找他眨眼 特别是临走时 还来上了一句 征私令药的 这不是明摆着 给咱介绍客户吗 那不能够啊 铜凤全怕其中有什么迁逃 于是就准备绕过 沈掌柜这个中间人 让二魁先带着东西 去找张私令 他要是喜欢呢 现前一万大洋 你把东西留下 他要是不喜欢 旧手就把东西拿回来 成不成的 咱先去碰碰 可是等二魁 把东西的价格 报给张私令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怒了 一万块钱的东西 我这是 你怎么拿五十大洋 你就敢回来你 铜凤全的脑袋 都快去砸 价值一万大洋的骨董 我寄卖了五十块 二魁哭丧着脸 告诉掌柜的 他拿枪顶着我脑袋的 拿枪顶着你脑袋 你让他打你 你让他开枪 你让他一枪把你疯了呀你 就在不久前 二魁按照掌柜的吩咐 带着宋代的古董官窑 来到了城南的张私令家中 爆出了一万块大洋的价格 张私令一脸的不耐烦 就这么个小玩意 只一万块钱献大洋 说着就要来见见 这个狮子大张口的人 就你啊 你叫啥 回司令大人 小的刘二魁半骨堂的伙计 刘二魁 小样 你一小伙计 就敢张遮大嘴呀 你活腻味了吧 二魁也很无奈 自己就是一个跑腿的 这价格是掌柜说的 你要是看不上 我带回去就是 怎料张私令不仅留下了古董 还给了二魁钱 不过只给了五十块献大洋 就让手下把他轰了出去 同凤全知道 二魁拿五十块大洋回来后 把他的鼻子都给气歪了 恨不得当场打死 四哥长嘴 二魁无力的扇自己巴掌 不过这力度 怕是连蚊子都拍不死 恨你这儿抽啊 二魁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扇了一掌又一掌 同凤全又火上轻油 表示二魁就算是想死都不行 也为他不值这一万块大洋 这下小伙计彻底绷不住了 他拿枪顶着我脑干的 同凤全彻底气混了头 一万块大洋 这可不是个小钱 就换了个二魁回来 他是亏得连裤叉子都不上了 二魁也是直性的 上来就要给同凤全场面 撞在桌角上 直接晕了过去 同凤全这边要死要活 沈掌柜那边却高兴坏了 原来这都是他设的一个圈套 沈掌柜一早就看上了 同凤全的这个官妖 却总是拿不到手 这才设了一个局 现在看他紧闭大门 沈掌柜就知道 同凤全上套了 追历逐臭 爷我的一句话 就那么容易给你说出去啊 说出去的话 他不信 不信呢 又怕是真的 得 去了 去了就好啊 同凤全请了医生 给二魁看病 好在没什么大碍 那小子头够硬 只是破了个皮 送走了医生 同凤全愣在了原地 那可是一万块大洋 说什么也不能白给 就找上了门 想问张司令讨一个说法 结果还没走到人跟前 就被人拿枪指着脑袋 来了个自我介绍 张司令让他低个头 说句软话 这是就算结了 有好话 没软话 你让我进去 我跟您说 张司令看他还挺有种的 就让同凤全进来了 不过还是刁难他 问他想怎么说话 同凤全表示 他是来说好话的 所以要做着说 这种说法 张司令还是第一次听 你们这惊有着 真会忽悠啊 就让同凤全坐了下来 同凤全自认为 摸清了张司令的性质 怎料说了没两句 就被人拿枪指着脑袋 这个老头拿起 架子连城的古董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我这不是流泪啊 我该流血 我他妈先去流血 先去流血 老头实在气货 在自家的古董店里 上掉自杀了 而这都是因为 他设局坑了同凤全 让他价值一万块大洋的古董 只卖出了五十块 同凤全为了要回这个宝贝 那可是费了不少力气 没少被人拿枪指着 一进屋子就谎话连天 硬是连古董的年份型号都改了个别 同凤全告诉张司令 总司令属虎 而属虎的人 跟这个古董龙拳摇天生饭猪 你要是送去了 必定坏事 不是吗 他真属虎的 那我就不送了 一听这话 同凤全高兴坏了 连忙拿出五十个大洋 想跟他换回来 本料张司令突然智商在线 不送总司令 我能送别人呢 同凤全对势急了 谎称那是个假货 送出去遭人笑话 张司令可是要面子的 假货你还赚我五十块 说着就要把他拉出去毙了 同凤全见状 赶紧掏出三千块 当做自己的买命钱 姿态要多低有多低 剩下的就看张司令心情了 你以为老子没见过钱啊 你敢买卖人 你真不发我一枪 崩了你啊 同凤全还在这嬉皮笑脸 张司令直接就把枪 顶在了他的大脑门上 就见同凤全的小嘴一阵输住 把张司令哄得开心 这才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你这净有着 会幽默啊 你把老子说的也没理了 这玩意儿啊 你拿回去吧 你也别蒙我 我知道这玩意儿值钱 同凤全虽然被吓得够呛 但是这宝贝总算是拿回来了 可就在同凤全走出门的时候 张司令叫住他 说这个宝贝的一个脚 被他给玩坏了 这下同凤全人都傻了 本来价值一万块大洋的骨骨 现在也就值五十块钱了 同凤全裹着棉贝 花了一整天 这才明白 自己是进了沈掌柜的套 他想了一个晚上 决定要给沈掌柜来一个 以气人之身还气人之道 同凤全用独家技术 将断掉的脚接了上去 只需要等他凝固 这就又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宝贝 就在这时 店里的伙计告诉同凤全 沈掌柜来了 同凤全收拾了一下自己 装着是没事人一样 跟沈掌柜聊起了那件宝贝 果然他稍微露出点风声 沈掌柜就等不及了 立马就要回去凑钱 提出要买下那件宝贝 您听我说 还是明儿来的 白天取东西 看得真热 今儿晚上我来 一分少不了你的 很快沈掌柜就带购了钱 来找同凤全买宝贝 沈掌柜检查的很仔细 里里外外的看了一遍又一遍 但是每当他看到那个受伤的脚石 同凤全就会上前大话 转移他的视线 心急的沈掌柜 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行内的惯用技巧 反而觉得是同凤全后悔了 于是直接付钱带走了宝贝 您是行使 您知道 当行里人窜货 好找口账 沈掌柜 把我当什么人 出了您放古堂的门 真有天大的事 他就是变成一堆狗屎 我也不会再来找您了 这点规矩 我守得住 说完就急匆匆的走了 第二天 沈掌柜才回国位 等他拿起古董检查 这才发现端了个腿 童童全路过沈掌柜的店 就听见一声大喊 哭好了 哭好了 我爹上吊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